哇爽 yes 有沒有 刮就是刮它 不要客氣 收到東西了 太開心了 可以來開箱了 超多面膜 水瓶很美容有 洗髮精 這是順便一起用看看的 貝殼機 主角貝殼機 你看這麼多顏色 就是找一個包色人生 我妹那天才在跟我講說 不要亂花錢 因為我會包色 他說如果我改掉這個壞習慣可以買更多東西 但是你看 這很難選擇耶 登登 觸感真好捏 充電的 然後這個是開關 喔好就是扒開的感覺 磨在上面 真的很美 那裡面還有這些 WOW OK這個是立著的 WOW 金色的耶 24K金 充電 一樣 一樣的東西 OK它這邊還有說明 這個設計還蠻不錯的耶 這個很熟女的感覺 黑色 WOW 它應該是不容易摔壞啦 黑色 又要被我摔了 各位看的時候要小心啊 好喔 五個顏色 是不是很美 恩 有賺的就是這個 24K金的應該就是大家都看過 然後這個就是之前大家都看到的 這樣有沒有很舒服 有沒有很舒服 這每個都很美 真的就是看自己喜好 然後這個油嘛 水平和美容油 醒膚沒做好 保養再多 都是白擦的 這有比我想的還大罐一點 喔好舒服的味道 非常清爽的油 你看它已經幾乎要吸收了 好充電它就是會這樣閃 好這兩個 然後這個就是插在 它是黃金探頭 24K金升級版的 導熱更快 吸收更快 當然就直接用這個啦 喔好打開囉 馬上溫熱耶 打開就可以直接開始用了 溫熱跟震動 這個溫熱加閃爍 震動加LED 現在是震動 再來呢這一個油 它這個油還可以加到粉底 跟粉底混合 或是跟髮品一起用 顧髮 指甲有沒有 邊緣常會脫皮 這個地方 這也可以當指援油 有快乾掉的睫毛膏 或者是氣墊粉餅 滴幾滴在裡面 油會復活 可以再用一些 真的很舒服的味道 會有一點點那種涼感 這邊比較低一點 現在按這邊 額頭的話當然就是下往上 它那個幅度剛剛好 它按摩好舒服喔 它還可以按到骨縫這邊 眼睛也可以這樣按耶 整個壓下去 真的是角度很好耶 很服貼的感覺耶 哇這邊好舒服喔 太陽穴也有按到的感覺耶 它這個油其實好像真的 一點點就可以用很多耶 確實真的是很舒服 哇它臉這邊 都可以按得很好耶 還有這裡 還有這個地方 這邊都有穴道的 可以幫助就是拉提起來的 真的不要客氣好不好 按到這裡也很舒服 有爽感 先來看一下 欸有耶 現在這邊就比較小耶 消水種的感覺有沒有 就自己這樣摸起來 自己就會有感覺 還蠻明顯的耶 這邊有一些淋巴什麼的 按完真的都會舒服很多 溫熱加那個震動真的是 爽喔 有爽度 有好 上下這邊都是有淋巴 都有穴道可以按 多按讓你自己的鎖骨漂亮一點 這邊整個其實也都是可以按 按這個地方 這邊整條喔整條 到下面其實都是有穴道的 無論男女生啊這邊真的是 穴道很多 一直到胸的下圍 整個都是 這油真的還蠻舒服的 常用手機的人啊 這邊其實整個循環都很長 蝴蝶袖很容易會跑出來 也可以去按它 你看 我才刮一下就很紅的 還在買那種刮沙棒的 不要了我跟你講 買這個就好了 它確實是可以刮得很好的東西 必須要大大讚揚它 刮就是刮它 不要客氣 這邊胸部整個 先用尖尖的整個就是 這樣去弄粥 我都沒有在客氣的用力 就算痛還是要按它 這樣完畢之後有沒有開始 從四面八方往乳中間按 這樣才會真的都按到 這個地方有沒有 對準你的乳暈用力按下去 你可以去轉它 不需要害羞 因為這是對身體非常好 按完你就會知道 避免乳房的一些疾病 這都是很好的幫助 對其乳暈的這個地方 就是用這個地方 用力壓下去 十之八九人一定都會痛 因為現代人壓力都大 然後都會胸門 你就狠狠的壓下去 絕對對你身體是有幫助的 然後再這樣子 你身體真的就是會輕起來 真的會很舒服 在望我的時候 都會不小心按到它 都很好 只有一個缺點 就是會不小心按到它 必須要再設計一個房子去按到 不然就是真的會不小心都去按到 胸部這個地方也是這個點 連接到就是胸部這一條 刮了就會覺得痛 有些人就會怕 然後不敢去碰它 這邊就最容易出問題 一定很多人也會感覺到 那個胸部裡面也是很多 那種一顆一顆的顆粒感 乳腺 有堵塞 所以那種在擠母乳的媽媽 真的就是很推要買這個來用 會覺得好像整個暢通 我真的覺得它完全就是 可以代替按摩棒 會完母乳要停的那種 更需要刮 我以前教過各位 花一個月的時間去慢慢退母乳 胸部比較不會那種整個塌陷 你就是用這個東西每天去刮 降低病變的產生 我全身都用這個來按摩它 我現在按腰 簡簡這樣去刮 然後偶爾再用這個去碰那個點 都算是有到位的喔 以前我腰受傷過 然後做骨神經兩邊都發炎過 按摩這個東西 好真的就是好 我絕對不會誇實 跟你講 我也非常會按小腿 小腿水腫 你整個身體就會不舒服 就是那種壓下去整個會白白 浮不起來的那種 所以不要因為我不會水腫 好反正就是要先抹油嘛 大腿就是這個地方 跟這個內側這個地方 去刮那個面有沒有 然後再去側的 去按那個筋的地方 整個都會去按 我跟你講膝蓋要保持漂亮 我也多少都會去按它 這邊也都是會卡的 就是整個我都會去按它 骨頭兩側嗎 骨頭兩側嗎 這個地方 我常常會腫這個後面 這些按完會削得很快 喔這個角度真的很好 爽啊 骨頭的地方這樣子掛下去 最靠近骨頭那種縫的地方 你沒有辦法用你按的人 這個就很好 因為你可以放輕力道去按 這支厲害的地方就是 你輕按也可以到位 包含這個地方 我都會整個去按到 很多人有問我說 按摩到底是要 下往上還是上往下 說真的沒有差別 一些迷思的問題 不論你是往下還是往上 不是說這樣子 好像隨便亂刮的那種 可能你某一個點 真的特別不舒服 來回個幾次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找到一個 因為一定會有一個往下 或是往上的時候 你會最有感覺 你就去弄那個最有感覺的就好 有沒有聽到 我跟妳講我就是按摩老手 爽啊 YES YES 哇爽 紅起來了 這邊也是 有沒有 說真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非必要買不可 你覺得我花錢去給你家按摩就好啦 但是一次下來 我就可能花個六七千塊 我去享受一次SPA就七千多元 所以我也會覺得 這個至少可以減晃 手去按 然後很累的那種感覺 它會幫助我不少 所以我真的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OK 按完了 來敷面膜吧 好 有五包 厚度 感覺是有份量的 漸層子 它會滴有沒有 得 好水嫩多汁啊 白色珍珠膜我先拿掉 再敷到臉上 哇 哇 服貼感真的是還蠻好的喔 一開始其實整個感覺就還不錯 這是五分鐘吧 這個是日本引進的超窄水隱形面膜制 所以它薄薄一層就可以承載滿滿的保濕精華液 夏天這樣敷確實是真的還蠻舒服的 然後這邊有沒有整個氣節剛剛有刮到 有沒有 蛤 你看它是不是完全可以代替刮沙方 登 15分鐘到了 看起來蠻服貼 然後上面還是有水感 這確實是很可以買的面膜 這個還很濕喔 還可以擦全身到處的地方喔 好的面膜確實就是敷完感覺你自己會知道 就是很舒服的感覺 有沒有 好 美麗的光色 你看它現在吸收進去 也不會覺得你剛剛有油在臉上按摩的感覺 很舒服 好通常其實是敷完面膜 再去用那個美容油去按摩 因為我原本臉上其實就有類似按瓶那種東西 所以我就先用薄薄的一層美容油先去按摩 我就是想看那個油會不會讓我皮膚有不舒服的感覺 去弄完之後再敷面膜也是可以的 但是正常的順序其實就是先敷完面膜再去按摩 這是晚上啦 白天的話我覺得就是基礎的東西用完 再用那個油稍微去按摩 好長期有在看我網友一定會知道 我臉會油的非常的誇張 稀油面子 這麼大張 我一次就是要用至少五六張 一天至少要用到三四次如果我在外面的話 我現在就是要跟你們講 不是臉很油的人就不能用油 那是因為你油水不平衡 你要想辦法讓臉的油水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如果你滿臉油然後又塗油 那當然不行了 我先用 我等它吸收 很容易有油 這個地方 這邊又會超乾的 這邊都塗 稍微等它吸收 沒有按摩 沒有按摩 就只是先塗油在臉上 然後用吸油面子 按上去 好 它的油量很少喔 有點是那個面膜還沒完全吸收 它不是油 這邊是沒有塗油的 好 你看 兩張是不是差不多 所以代表這個油確實是真的非常清爽 它是真的可以吸收到臉 修復滋潤 它是大麻式格玫瑰精油 作為基底的美容油 水通到保濕活化因子 有保濕跟修復的功能 就會覺得 對肌膚好的都是油的 皮膚狀況就是 非常漂亮又很亮 這五個顏色都很美 修復剛看到也是興趣很高 妳想要什麼顏色 藍色 可以這樣子按摩嗎 我知道 妳知道 但我想要 妳想要 對 那妳要這按摩做什麼 我比較需要吧 我也需要 你知道我多個 因為我喜歡白色吧 我喜歡這個 妳喜歡這個 是因為太美嗎 對 沒有它沒有很好看啦 還我啦 耶 耶 小女生都很喜歡 好啦 妳就自己慢慢玩了 掰掰